都说新年新气象,但对于发冰冰来说,2018年一就不能抛弃的,就是对于超丑驴鞋的局面。 日前,冰冰身着一席Oscar D.E.L.A.R.E.N.T.2018春夏的亮片仙女群,登上东方卫视跨年晚会盛典,先看看新修图是不是有点心爱,再看看未修图呢,这会不难心爱,还有丢丢剪胖了,冰冰已经设身成功,这个国不该身材呗,那就只能怪造型了。 那这条高腰反形下摆的裙装,怎么看都是显高显瘦的内型啊? 我们不妨看看模特的演绎,瘦且先,难道是冰冰的搭配出了问题? 她跟模特搭配最大的分别是,她又穿上了自己最爱的脸皮鞋,远远似乎找到了,因为裙子是载型的,本来火星就打,模特搭配肩头高跟鞋。 下身做一个收拾,收敛了造型整体的体积,而冰冰的鞋体,却让她看上去头重脚也重。 说起来,冰冰为什么那么爱语,皮鞋,一直是圈内未解之谜,如果说是为了舒服,其实这种厚水材超气高跟的设计,会让整个人重心往前冲,并不像大众想象的那么好穿。 上下楼梯什么的,也是需要人掺服,不不小心那么是为了显高吗? 其实冰冰的身高是非常标准的,完全不需要用这么夸张的厚底鞋来增加身高,还会显得腿短和粗壮。 其实,偶尔上脚尖通高跟鞋的她,是不是看起来是毛秀气,腿还细了不少呢? 希望2018年,冰冰的造型师不要放弃,继续争取让她早日借钓鱼提鞋吧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